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三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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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开始了 大家好 欢迎收看子玄的八字命理 今天很高兴容易老师来当我的一个特别来宾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一些主题 第一个是我讲的就是看招生的一个心得 其实前一些日子刚好看到一个命理的一个讲座 这个命理讲座其实它是一个 它上面是写什么一经八字 就跟八字有关的 然后我就觉得很好奇 然后我就去报名参加 想要听听说它的内容大概是什么 去做间谍就对了啦 没有 每一个人对八字的看法不一样嘛 我想要去学习一下 竟然毕竟人家是一个大师级的人物 对不对 然后我去的时候才发现 哇 大概有超过一百 一百五喔 有蛮多人 蛮多人 那这一个讲座它其实是要付费的 它是付三百块 三百块 付三百块 报名费 那它四堂讲座都 听完之后呢 它就把这些报名费退给你 那我觉得它主要用意也是想要让你把它整个四个讲座都都听完啦 好 那我就去时间到了就去嘛 对不对 那刚开始呢 其实其实我觉得它在讲八字的东西 我想说它会讲什么 那其实跟我想的应该也是差不多啦 就是从甲乙丙丁勿己更新任魁 看我干嘛啦 那不是我教的 跟你说啦 名师不是我啊 干这种事啊 然后也是这个甲 它代表的是什么嘛 乙代表的是什么嘛 丙代表的是什么 那石天干讲完 其实基本上它地支没有讲太多 就是讲天干的部分 那其实我一直很想要了解说 诶 这个命理讲座 它除了讲这些基本的东西之外 它也没有什么其他的 其他我想要听到一些不一样的这样子 那其实它在课堂上啊 它课堂上大概到了第三堂课的时候 然后它就说它随便会抽一个人 然后现场帮那一个人批命这样子 然后就随便找了一个几号 然后就把叫它的八字写出来 然后直接 来来来示范一下 示范一下 示范一下嘛 什么示范一下 你帮时候上课啊 我都被你叫在那里 我是五号 我没有叫五号 好啦开玩笑 八字嘛 对对八字 我的八字是多 太久没看我自己八字了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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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同 不是丁吗 极有 但是 刚刚他们是这样子 极 是 我是顺推的嘛 物几根 然后物 极 根 星 然后 乘 四 二 六 四 六 好 哦 这个 哦 是啦 它也是将那一个人的大运 八字啊 大运啊 这样子写出来 就是用电脑算嘛 算出来之后嘛 嗯嗯 然后它就开始 譬如说 嗯 哪一株大运比哪一株大运 哦 譬如说你现在目前是 三十六到四十六是中间嘛 所以基本上你现在目前是 这一株嘛 对 对对对对对 那这一株的话 他说你这一株大运的什么运比较好 老师有什么运啊 譬如说 你这一株大运可能会比 上一株 因为这个还没开始 那一定会比之前的这一株大运 看起来是说 嗯 这株大运会比这株大运的财运 你会觉得你赚的钱会比较多哦 哦 是哪一株啊 哦 这一株啊 哦 老师你好厉害哦 哦 真的呢 他没有这么夸张啊 他没有这么夸张啊 那不行啊 我把你车别来冰眼笑 然后那个人就刚开始是觉得 欸好像 嗯 好像哦 真的哦 好像有好像这样子 真的啊 是真的啊 然后他又 然后他又讲说 嗯 你 这一株啊 哦 没有赚到什么钱 感情啊 也没有非常的好 哎呀哎 被你猜到了 老师 真的 感情不好 那他也 他刚好那个时候 他那个人也确实是说 他在婚姻上哦 在这边有出了一些问题啊 嗯嗯 然后那个时候大家都觉得 哇 这个大师 好准哦 哇 是好棒 好准哦 不是我啦 不是我啦 是那个大师 就说他很准这样子 然后大家 还拍拍手欸 还拍拍手 然后之后他就开始怎么样 开始招生嘛 他有开了一些课程 然后希望大家都能够去听这样子 然后其实我觉得啊 在一个批命上来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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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他 他这边啊完全都没有解说 他的一个什么样的状况 这边也没有什么解说 他只是针对 这一个运程 这一个运程 然后他也没有跟你讲说 他怎么批的 他只是说 怎么样比对啊 其实基本上 未来问命已失的 其实是只有三大部分 不是第一个就是问财运 不是第二个就是问感情 不是第三个就是问工作 其实我觉得其实他也是在这三个里面 那做一个做一个选择这两个出来 那其实大部分会来听课程的 会来听课程 其实大部分也会有某些地方是不顺的 他才会去听嘛 想要更了解自己啊 或者是说他想要从命令里面可以了解说 自己的运程 为什么现在走的这么的不好 那 除了这样子 他还有什么 他在上课里面 他还有 他不是有做招生吗 对啊 他怎么做招生 他的一个招生 其实他后面的两堂课 几乎没有在什么上课 他 大部分课程可能都在讲一些小故事 风水的小故事啊 命里的小故事啊 让大家会觉得说 他好像很很亲近 是一个很蛮亲近的一个大师这样子 然后能够帮为你着想 那种感觉 那大家就会比较容易跟他有一些互动 所以其实他的一个内容来说 是其实大部分都在解释 都在解释五行的一个属性而已 比如说甲是羊属性 然后他代表比如说大木嘛 大木什么特质 以墨什么特质 然后再讲一些 譬如说 那个时间的看法 时间的看法 那其实呢 还讲一些生肖的东西在里面 那其实我觉得有点奇怪是因为 其实如果你看我们的一些视频 或者是一些案例 我们是不会再讲生肖的东西 为什么 因为其实生肖 你想看看 譬如说今年是属老鼠的 今天是属老鼠 但是从年初到年尾都是属老鼠的 但是这么多属老鼠 他们所有的人的运程都会是一样的吗 当然不一样 当然不可能一样嘛 对 八字都不一样 对啊 怎么可能属老鼠的运程 他会 譬如说属老鼠的运程 他怎么可能 一个分析老鼠生肖的运程 他就可以代表所有老鼠的人 所以是不可能的嘛 我们连一个生成八字的时间 如果有可能不对的话 都有可能造成整个命盘的不一样 对啊 所以其实我觉得 他在里面有内容有讲到生肖的东西 我就觉得他 可能是因为大家都对这个观感度 好奇度比较高 所以他把它带到课程里面 人家是大师呢 人家是大师 人家是大师 大师也要让大家听一些大家喜欢的东西嘛 所以就讲一些那些 但是我觉得在这堂课听下来 如果今天我去跟他学八字 我觉得我可能学完还不知道什么叫做批命 这件事情 为什么 因为其实他教的东西都是课本上有的 都是书本上有的 都是网路上查得到的东西 那我为什么要去学一个网路上查到的东西 既然我要去学八字 我觉得八字应该是对自己有用的嘛 所以我要判断我未来的运程大概是个什么样的状况 我才会去学八字 不然我学八字只是了解八字而已 我并不是了解我的运势 我只是了解八字这个学术 这样子而已 但是花这么多钱去学了一个八字的学术 却没有办法运用到我的一个运程里面 我不知道我明年甚至我今年 可能要注意些什么我可能都不知道 有到这么严重吗 其实基本上那种课程你刚开始上 你怎么可能会马上学到那些精髓的东西 对啊 他已经有分初级什么的 所以各位今天虽然是只选老师的直播 但是很抱歉 所以为什么变成他的直播 因为我的电脑很抱歉 没有带充电器 所以说就叫他的电脑来用 所以直播又变成是他的用他的 顺便让他练习讲讲 其实他刚刚在讲的这一些 就是我们常常一般的 因为他直播老师本身就是职业命理师 他本身就有在批评 所以他只是去看看其他老师在教学的一个情况 其实他就是进去以后 其实他做个失败 然后他在影片当中他就看到 他其实一般就是像我们刚刚讲的 老师在批评就沾点边就赖的这一种状况 他不会跟你讲他的一个什么样的状况 这一株运跟这一株运 这一株运财运比较好 这一株运怎样 或者是专门讲这一株运是稍微 桃花比较烂 就像这样 只要稍微的有一点沾边 他就算他对 例如子玄老师就说他们在里面算 第一次就算说他桃花不好 他算的时候 当然这个人是有离婚的 所以全部的人就说老师好厉害 这个老师在台上就有说 你看八字是可以算出来 你看你都离婚了 第二次再去叫 第二堂课以后再叫一个人起来 你的感情不是很好 他就说老师还好啦 这个老师他就跟他讲 你在想想 各位这一招很好用 你在想想 好像真的稍微有点 你看吧 我就是跟你说你准吧 其实就是扯浪污染 在这种情况下的时候 其实在学 你们一定学不起来 我们在学八字的时候 各位你一定要记得 八字来说 何时 因为他既然是时间学 什么时间 何时 哪方面的运 这个是在八字里面很重要的一个点 所以来讲的话 芷璇老师去做失败 他就学到以后他要怎么招生 跟你说 各位大家好 我要开版送的课 300块 4堂课 4堂课全上 备用退给你们 当中他就开始洗脑 你知道吗 这就是一般老师的一个做法 他里面有150个那种学员在里面 他只要2个3个10个就够了 2个3个10个就够了 你认为全部去的人都懂八字吗 很多人都是不懂的 只是来听听而已 感兴趣 对 所以说他只要蒙对了一个就好了 下面的人全部拍手 全部一拍手的时候 大家就觉得老师好强 其实各位 这个东西里面就暗藏玄机 他暗藏什么玄机 他是八字里面的什么东西 各位猜看看 JS你好 各位猜看看 像这一种的里面 他藏着八字的什么十绳在里面 各位猜看看 紫水老师还跟我讲 他在路上还跟我讲 你看 你妈每次都在骂人 所以你问了问题 你看没有人敢跟你回答 怎样 因为老师是十张型的人 对不对 要怎么对付他 用硬对付他 硬就是闭嘴 对不对 就是闭嘴 妈妈绝招都被你学去了 好 各位 紫轩老师刚刚所讲的 这一种类似像传销的一种方式 其实他里面 他里面有一个十绳 他善用这个十绳 其实就可以造成一个假象 各位 你能不能知道 这里面是善用什么十绳 你猜哪个十绳 笔结啊 为什么笔结 人多嘛 人多嘛 没错 只选老师猜对 这是笔结没错 为什么要用笔结 这不是猜的好不好 这是学术学来的 好啦好啦很厉害啦很厉害啦 妈学术学来的 对不对 对对对 那妈这时候就翘肌了 他是笔结没有错 为什么是笔结 因为 其实在这一种一百多个人里面 其实他可以 这个老师他可以安插 二到三个是他的人 他是可以安插的 他把他叫起来的时候 反正大家也不知道谁是谁 你知道吗 他可以把他叫起来 他这个人就附和他 老师确实是这样 只要有两三个 两三个是他的一个同伙的 在下面鼓掌 老师好棒喔 跟你说你其他旁边的人 就跟着会下起后 所以你在这一种 在这一种人多的地方 你很容易会被怪 因为鼓掌他是一个什么东西 叫做同化 鼓掌跟你变成一样 黄世杰你好 黄世杰你好 所以在这一种情况下的时候 他就会有这样的一个特点出现 那当然了 鼓掌他最终是要什么 要克财 破别人的财 对嘛 他就会破别人的财 所以你就在那边傻傻的花钱 就去学八字 然后就学了一些能不能用的八字 你不能算说没有用 就是学一些八字的学理 学一些八字的学理 所以其实各位 招生其实大多数都有这一种的特点 尤其让直销的 他们也都会这样 你看我这产品多好 你看 一吃了包准你年轻十岁 然后子玄老师就是我的同伙 你看我以前皮肤多差 我吃了以后 你看整个皮肤都漂亮 对不对 原来大家一看 确实真的 结果谁知道 原来他是我的同伙 这个就是一个状况 WY你好 所以各位 这个就是一个什么 就是一个比肩的特点 他就是一个比肩的特点 所以各位 有的时候我都跟你们讲 人多的地方不要去 因为人多的地方你会丧失智 人多的地方不会产生智慧 你不要以为比肩生食伤 那是因为他这个人本身先有食伤在那里 比肩才会生他 不然的话 比肩他是不会主动生食伤 比肩只会做一件事 就是克财 比肩克财的话 他就会失去理性 这一种状况 这一种组合叫做失去理性 也就是刚刚所讲的重重 重重效益 所以各位 你们就不要洒布隆东的 我一般都会跟你讲 就是说 你们假如是在这一种的环境里面 你们进入这个环境里面的时候 你不要急着做决定 要不要紧 不然的话 你在这种情况下 你很容易多花钱 然后买一大堆 对你一点用处都没有的东西 什么情况 很明显 百货公司周年庆 紫薛老师有没有去下苹果 有啊 当然有 看到里面 百货公司周年庆大降价的时候 看到里面的人每个都给他冲了 冲了 然后你就会跟着冲 好像抢不到 就是损失 其实抢到了 他妈还是没有 你要多买一些没有用的东西 那种状况就是一种重重的一个情况 所以为什么会喜欢有什么折价的特卖会 他们所利用的就是他不是那个价格缩减 他是要让那个价格缩减 然后让一堆人冲进来 那只要一堆人冲进来的时候 重重效益就会出现 就是比肩的特质就一样 他看到他也在抢 他看到他也在抢 大家就一直在那边抢来抢去 那这样子 他可能一年就这几天的业绩 特别就是做完了 那三个月的业绩可能两天就做完了 就像排队效益一样 排队也一样 排队也是一种情况 那紫薛老师实际上带我去排队 他说他把台北的一个特色叫做排队 我把神经病在那边排老半天 只为了吃一个很难吃的东西 排队也是一样 汪汪你好 排队也是这一种特质 所以你假如是开店的 其实人少的时候你就动作慢一点 要动作慢一点 然后放一些比较柔的音乐 放一些比较柔的音乐 人听到柔的音乐的时候 他自然在吃饭做什么事都会比较慢 只要有人很奇怪 你的店假如没人 基本上就很少人进来 但是只要有人他看到里面有人 很不自觉的就会怎样被吸引过来 被吸引过来 所以在日本有一种职业 这种职业就专门打小钢珠 也就是说小钢珠店 他就会请一个 就专门在里面打小钢珠 那为什么 就算再没有人 最起码他请一个人在那边打 那外面看到有人 他就会跑进来 就在那边打 其实他就利用了笔节的一个效益 所以当你的业绩不好的时候 所有的东西就慢下来 然后去让客人慢慢的 可以在你的店里面待久一点 外面的人看到有人他就自然而来溃进来 排队也是一种特点 你会觉得很奇怪 干嘛在那边排 其实你不知道为什么你在那边排 你就看人排你就在那边排 吃完了然后在那边干掉 也没像人家所讲的那么好吃 不是这样吗 可是下一次又看人家排 再回去排一下 神经病 但是他就是利用这一种 笔节 就是一种同化的效益 所以你假如会做生意的人 你会做生意的人 你就让你的电话 有人的时候当然 后面排很多会被人家骂你 当然要动作快 没人的时候就慢慢来 这个就是一种你可以使用的一个方式 然后有人的时候 你是要加快换桌率 你就要放一些比较快的歌曲 人家假如一听到比较快的歌曲 他在吃饭的当下他会变快 他的心情会嗨 麦克尔杰森 吃完他换桌 这个就是一种换桌的一个方式 音乐 所以你来讲 这个是有点像风水的东西 他是有点风水的东西 所以各位你就要了解到 招生 我们从招生里面 子玄老师做失败的大力钱 知道什么叫招生 你看他里面有一个特点 就是人很多 人真的很多 人很多 我的同伙不用太多 二到三个在里面 叫起来 然后只要会比照 就行了 讲什么 不会 麦克尔杰森 那个是我永远的麦克尔杰森 不过是黑人的那一个 不是白人的那一个 是黑人的那一个 是黑的麦克尔杰森 不是白的那一个 所以各位你要了解 这其实你假如你自己追不到马子 不会怕跑去 叫你几个同伙的 叫你几个同伙的 然后同伙就跑到子玄老师前面 跟你讲 那个钟荣毅其实不错 我昨天在看他扶老奶来过马路 超有爱心的 要讲一个好话走人的 然后B又来了 要来跟子玄老师 跟他讲 跟你说子玄老师 钟荣毅你知道吗 他昨天在那边 救那个对贫穷的那种老百姓 他很有爱心 把什么爱心便当给他 第二个 然后再来第三个 又再讲钟荣毅的好话 然后讲个五个以后 钟荣毅出现了 我跟你说我都不用讲话 他那个眼睛就是 好多爱心 这爱慕的眼神就出现了 这就是笔尖 了解 会不会用 什么叫三人乘虎 三人乘虎就是笔尖 三人乘虎就是笔尖 笔尖的特点 所以会不会爬其他的 你假如自己爬不到的话 就找几个三五好友 制造假象 要不要解 说久了讲话都变真的了 都变真的了 所以各位 会不会用了 笔尖 会不会知道他的一个特点了 好 那第二个呢 第一个是他在讲 他讲他的历险记 第二个我们在讲 这一次选举 选举的一个选后效应 选后效应 选举后的效应 今天我不管 你选谁 选谁都无所谓 选谁都无所谓 韩国瑜 蔡英文都无所谓 但是呢 你有没有发现到 选后有很多人 跳脱不出 那个情感 你有发现到有这一些 选后以后 还是要很多人跳脱不出 他还是很难过 他高兴的很高兴 难过的很难过 想骂人的 还咫咫咫咫 那样子 这个其实呢 就是延续刚刚的那个话题 为什么会这样 他就是一个笔节 笔节的特质 我说过笔节来讲的话 他有一个童话的特点 他是非常不理性的 他也是一个我们叫做同温层 他也是一个叫同温层 好 所以其实我会跟各位讲 这时候你想要跳脱出来 这个状况的时候 第一个 你不要再进去 你以前的这一些常去的社团 这些你都不要去 不要去了 就是尽量不要再接触这些东西 因为他是非常不理性的一个东西 我刚刚有讲过 ABC每个都在讲我的好话 到D的时候 我自己出现的时候 自然我爱慕的眼神就出现了 你知道吗 那很正常的 那是非常不理性的 所以同样的一个状况 你在这时候 我会选择 跟你讲 比如说因为你一定会看新闻 全部都关掉 全部关掉 你新闻全部关掉以后 你这时候去看一些 什么好笑的 开心的 开心 这一类的东西 什么影片也好 影片也可以 你把你从这个团体 扒开 转移注意力 对 扒开 你不要再到这里面来 其实 这一个 你的小孩也是一样 你的小孩 他只要跟一些朋友在一起 结果他的行为举止 突然变坏了 他是受这一群小 他的同侪所影响变坏 你该怎么办 你一定叫他不要跟这个在一起 离开以后 他们的互相的影响性 自然而然就怎样 就变低了 所以同样的道理 现在的选举完以后 其实那个情绪还是很高涨 很高涨的一个情况下 其实都会有很多不理性的行为 会再度产生 这时候 那为什么这些人会产生这些不行 不理性的行为 因为他还没有脱离 比肩劫财的这个控制 他还没有脱离 像我 你看我 只有那一天比较难过 可是隔天我还是照样 为什么 我就看我喜欢的影片就好了 每天在那边看 哇 那个清清又有新的影片 你声音好好听 你看又成名女社去了 对不对 这样子我不就脱离了 对不对 所以这一个就是 一种脱离的一个方法 你要脱离团体 你就必须要远离那个地方 陈一斌你好 陈一斌你好 所以各位你要了解 不好意思 今天你在这一台看到 是因为我用他的电脑 你知道吗 他用他的电脑不能开我的台 所以说只好开他的台 对不对 要知道 今天你们看的荧幕 是子玄老师的电脑 不是钟容易的电脑 所以很抱歉 我就只能够当他的特别来宾而已 那也不错 什么不错 重量级的 对啦 那体重很重 所以你要知道 也顺便训练子玄老师的 在面对的这种特点 其实为什么 其实他会紧张 对我来说当然是无所谓 因为我已经习惯了 其实这就是命理师的一个特点 命理师他是要面对人群的 他遇到什么事 他很怕我出招给他 就是突然想到什么就问他的 其实各位 这一点很重要 为什么 你要会接招 讲到这一点我就跟你说 命理师要会接招 客人会问你什么你知道吗 不知道啊 他什么时候突然问你一个东西 你完全不知道 这个时候他会遇到的 所以要临时的去反应 临时反应 所以 来讲 命理师来讲 他的一个反应能力 其实大多数都不错 大多数都不错 所以为了要训练他的一个能力 基本上就用这种方式 当然假如是开在我那边 我当然不是十二个人看而已 他应该是四五十个人看 没关系的 今天就是捧他的场 谢谢 那我们就要知道就是说 身为一个命理师 我们要面对群众的这一种的能力 然后呢 讲什么 我们要能接什么 因为毕竟客人他什么时候出什么招 他不知道 所以各位啊 你不要以为命理师 来讲很好当 不好当 不好当 你不要以为命理师很好当 什么问题都有 所以很多人都说 老师啊 你的脑袋瓜子 他转得太快了吧 我的反应很快 其实呢 各位啊 我们从这次选举 我们可以知道 国运的方向 应该确定 国运的方向 也就是说 韩国瑜他是主张的是开放 那在蔡英文来讲 主张的是收缩 收缩 就对抗另外一边 那我们已经知道 国运应该是这样子 国运 因为我说过了 房地命 没有房地命 是大多数人选择要怎样 也就是说我们常讲的共业 共业 所以你命理师啊 你不要说谁会当选 其实呢 我跟你说 我不看到东西 为什么 陈水扁的八字很烂 陈水扁的八字很烂 但是他照样当 你要知道 总统位什么人都可以当 就是他的八字 那就是说大家选上了以后 开始因为他是这个国家的最高领导者 所以他的八字 假如很差 国家就会往差的方向去移动 那假如他八字很好 国家就会往好的方向去移动 各位 是这个原理 是这个原理 并不是谁有运当总统 不是 是我们选他上来以后 我们的运势决定他当总统 那他个人呢 因为坐在这个位置上以后 他有运没运 就会带国家往这个方向去 所以各位你要先知道 所以呢 我们会知道就是说 对于对岸 我们一定更收缩 更收缩的一个情况下 问题来了 就是经济 经济的问题 就会来 这个是我们必须面对的 那今天呢 大家都知道了 哎呀 我很担心是什么 我其实不担心 各位为什么 算命的跟人家不一样 有没有听到 太平盛世 太平盛世世妙多 乱世呢 算命会不会啊 各位 所以你认为我会担心 你妈的经济能力不好啊 对不对 我当然不会担心吧 妈的经济越差的话 我算命最好 对不对 所以各位啊 不用为我担心 不要为我担心 虽然内心有点不高兴 有点失落 但是呢 其实基本上 各位算命的其实会不错啦 对不对 今天我学生跟我学晚 他说哎呀老师啊 看这个样子 经济越来越不好 不好 他就说不好 好像算命会越来越好 好 赶快认真练琪啦 妈明年 他就说我明年要出道了啦 我明年要出道了啦 各位 赶快做好你的第二转场 学学算命拿去出道了 学算命是第二转场 学算命当第二转场 哈哈哈 但是啊 其实国运就是这样看的 国运就是看你这个主政者 那你看到菲律宾也是一样 其实以前菲律宾来讲的话 以前菲律宾很穷啊 我们都笑他嘛 对不对 我们笑他 可是你看到他换了一个杜特地 美国看他脸色 中国看他脸色 两个大国在抢的要他 现在菲律宾就起来了 重点 菲律宾的国家有换任何人吗 有 就是换那个总统而已 就是换那个总统 所以他这个总统就是国运嘛 就是人民选他出来的嘛 所以菲律宾开始在好 菲律宾开始在好 所以同样的人家开始在起来 其实我会跟各位讲 选举完就算了 毕竟这个已经不关我们的事了 各位我会跟各位讲就是说 也不要再说谁不好谁好 你脱离那一个环境 其实你脱离那环境 两到三天你情绪就回来了 你回来以后还是回归到最基本的 你的生活 你的生活 各位你的生活 那你的生活要怎么去提升 就是这么简单 你的能力开始 把你的能力再培养 所以为什么来讲的话 你会看说我都很轻松很愉快 最主要能力在那里 我就摆在那里给你看 摆在那里给你看 所以我不怕我会饿死 我不怕我会饿死 甚至我大陆的学生就跟我讲 老师啊 只要队案打过来你要躲一下 我会啦 哈哈哈 问题要躲去哪里我也不知道 妈的我还后备军的 我还中卫排长 我还带兵去打仗的 躲个屁啊我 所以各位 我会希望就是说 选举完以后 这件事到了一段落 还是各回各的 很多人因为这一次选举 各位 跟佳人撕破脸 为什么选举就是一个笔尖 笔尖 他一定会破财 所以在选举来讲 他是一个不理性的一种情况 所以你会发现到为了一个选举 你跟你的朋友撕破脸 为了一个选举跟你爸妈怎样 在那边吵架 各位不需要了 选完以后 回归回 也就是说不用再看了 简单讲 他是一个既成的事实 就不用再去说 那是因为怎样 做票 那是因为怎么样 都不需要了 你连新闻什么都不要看 你假如是失败的 选到输的那一方 都不要看 都无所谓 我跟你说 两天三天以后 你的人就回来了 你的人就回来了 就会是一个正常人 否则的话 其实很多人都还是陷入在这一种选举的输赢当中 他还陷入在这个输赢当中 所以都非常的不正常 其实我看过很多人都还在很不正常 赢的人在那边一直嘲笑输的 那输的人一直在怀疑赢的咱妈作弊 其实他会更加的撕裂 那对我来讲的话 已经继承的事实 对我来讲没有什么 那接下来我要做的还是要 每天开直播 每天拍影片给各位看 这是我该做的事 我不会因为这种事 情绪大起大落 然后老子不干了 谁输了 我都堕老二 现在看他怎么办 对不对 现在看他怎么办 我不会干那种事 我不会干那种事 然后现在又在那边讲 有什么这一次选举 某某命理师命中的 还有什么某某命理师猜错的 其实大可不必 不要事后来马后炮 不要事后来马后炮 结果还没开之前 没有人知道是什么结果 不要马后炮 现在很多人都是在落井下石 我是觉得这个很糟糕 那对我来讲是 我就是这样子而已 有没有解 因为我之前就有说过了 选举它是国运的一个象征 选举是一个国运的象征 我自己心目中喜欢的 可是他落选了 没办法 就是表示怎样 我选择的 可能国运不是这样子 所以我只好接受他 我接受他 但是我还是在做我自己应该做的事 我也不会去怨恨别人 我也不会因为跟谁 他立场跟我不一样 我就跟他骂 不会 不会了 因为还是要回来做我们自己 因为生活还是要过 你要记得一件事 你还是要回来现在生活 不要被这个笔尖 劫财一直牵着鼻子走 不要被牵着鼻子走 所以各位 人生还久 你的人生还久 不是就只有一次选举就把你的人生就KO掉了 没有 我也是到36岁以后 我才跳出来了 才开始逐渐的不一样 我在36岁以前 其实也是忙忙懂懂的这样子 一路在拼 结果到处碰壁 可是我在36岁以前 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行为举止 就是我不断的在吸收 在学习我的能力 所以各位你可以看到我天天跟你讲命理 我天天在那边跟你讲这些有的没有的 那些都是在我 开始学命理的时候 26岁到36岁这之间所累积的 当然我现在还有在学 我还有在吸收新的东西 所以我可以不断的跟你们讲 讲这些东西 各位 当你的能力在了 那一些砸七砸八的 会不会影响你 不会的 而且你更能够看穿 这一个东西 所以你只会觉得说 国运竟然如此 那没有办法 那我的选择就是不对的 那我要怎么去配合这个运势 开始做我另外的一个选择 这不就是我们在批八字的时候 我们讲的 趋吉利凶 常讲 好运的时候要怎么做 坏运的时候要怎么做 巴克汗 就是这个意思 对不对 假如说韩国瑜浪选了 台湾要开放了 我有好多国外的妹来找我算命 我好高兴 现在没有 路客也没有 什么都没有 该怎么办 对不对 只好 对不对 YouTube 微信 赶快用一用 透过视讯的方式 有国外的客人 对不对 这就是不一样的做法 对不对 但是都有一个 基本条件 什么基本条件 你就是要会算命 你就是要会算得准 你才能够有能力去招收这些人来 只不过是A方案跟B方案而已 了不了解 A是怎样 假设我们现在是韩国瑜当选 那会怎样 假如现在是蔡英文当选 会怎样 两个方案 各位 这个就是选择 我们在学八字就是在选这种东西 也就是说你的人生不是就只有一条路 了不了解你的人生不是只有一条路 当运势对你不利的时候 你该转弯就要转弯了 不要一头给他撞上去 我就是勇往直前 就算你带着钢盔前面这把墙壁 你撞也撞不破 对不对 你只在撞到老振荡而已 所以太多太多这种状况 也就是说我们从这个选举 我们可以看得出来 就是说很多人其实他是不知道他的运势的 他就是一直直觉性的这样做 结果落到最后是怎样 全部都是一事无成 都是一事无成 但是有些人会见风转舵 难听一点就是什么 会顺应时事 他知道他的运程是这样 转个弯 没有人生没有什么不变的道理 转个弯 前面有坑 请你绕过去 还不是一样 只是多走一点路 最起码不会掉到里面 所以各位 从一个选举里面 我们要去看出 这里面其实有包含的 选举他其实是一个笔尖劫财最大的写照 他是非常的 人家讲的叫感性不是理性 要不要解 感性不是理性 西歪 对了真的要顺应时事 所以呢 各位你要知道 我现在要开始要喊 蔡英文说 你这样太夹了 我是一个顺应时事的家伙 我是一个顺应时事的家伙 各位多多跟我学习 没有什么 真的没有什么 只是国家的方向 国运定调了 既然已经定调了一个方面 我们身为一个学命里的人 你要能够看得出来 国运定调是在哪个方向 我们该怎么去做相对应的调整 各位这很重要 我们不是那种上知天文下知地理的 蔡英文还没当选之前 我就知道他会连任 然后怎样的 我们不是要听这个 我们不是要听这个 而是说 我们要知道就是说 现在时事定下来了 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 我有一个老板 结果我都跟他讲怎么做 结果他还是到最后 还是被抓进去关了 他被抓进去关 他在里面我见不到他 可是各位 他透过他的助理来找我 他在里面他还在想我 他在里面还在想我 为什么 因为他知道我们给他的是真正的建议 我们不是那个神算 我跟各位讲不要一直当神算 就算让你知道说 蔡英文可以连任又如何 现在会有那些命理师在那边讲 我早就知道谁会当选 那些其实对我们来讲都不重要 而是说既然已经这样了 我们该怎么做 就像我刚才有老板 我已经叫他躲 其实我就跟他讲注意什么日子 结果他竟然就是没有注意到日子 就在这个时间间 就被抓走了 被抓走了以后该怎么办 被抓走该怎么办 他在里面他又初步来 我又没办法见他 他只好透过他的助理来找我 然后透过老板跟他交代的事 然后我们来看该怎么办 可是他的第一方案 对啊他的ABCD 他有很多个方案 各位那是有钱人 有钱人他都会这样子 更何况我们是一般老百姓 更是要特别去注意我们的运势 破财你干嘛一定要去做 我要创业我要投资理财 结果破财破了乱七八糟了 那么早死嘛 破财就不要摸财嘛 官运很好 我高高兴兴的就知道 我就来官运官场这边好好的打拼 让我的职位升迁嘛 这个叫什么 抓出你的运势在哪里 往那边去发展 了不了解 没有人生只有一条路 我一定要创业 你创个屁业啦 创到最后女角的时候 创到负债累累的时候 你还在那边高喊你要创业吗 对不对 很多人都嘛这样子 这一种叫什么 不知死活 不知死我们时常遇到的 你问子学老师 我想要创业 结果问他原因是什么 不想给老板管 这有人多不懂 非常非常多 他也没有去 没有想过说创业之后要的一些想法 要怎么做也没有想到 他的一个本领在哪里 他自己都不知道 能力在哪里他都不知道 没有很清楚 他就说我不愿意给老板管而已 他就是这样子而已 他就说他要创业 神经病 对不对 所以各位 不要做这种笨蛋 了不了解 不要做这种笨蛋 今天呢 我们就跟各位分享到这边 那明天又回到我自己了 大家拜拜 谢谢 谢谢容易老师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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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